橡胶只是一个是这个是光面这个是布面的就这两款鞋底啊到时候在我们淘宝店铺也是可以拍得到的 然后所要用到的帧就是我们家店铺里面拍可以拍的这个三燕的11号之帧 我们家所有目前店铺里面所有的鞋子都是用我们家的胶篮的毛线中粗线 绕回去绕成两股就是两根线一起织 然后用了这个三燕的11号之帧啊这个是 国标的R标的三燕的如果你的帧是其他的牌子的话可能会跟我们这个真的粗细不太一样啊 就这样子的可能我们这个要稍稍的粗一点织出来的话鞋面是正好合适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教大家织这一款鞋子的那个鞋面 现在来织这个鞋面的话我这款就是里面教成教的这个是用的 椒兰的金丝的大红色31色号 加纯色的906藏青加金丝的622黑色如果想要织这个颜色的配色可以去店铺里拍啊 然后你看我这个线中粗线都是 几个线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绕成两骨来织的 就是这样子的啊回去绕线的时候把它绕成两骨就两根线一起 然后这个黑色的也是的黑色的也是然后这个藏青色 藏青色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双骨来织 我们家没有单骨之的啊目前没有单骨的现在先来起针我这边教学里面教的是 39-40码的啊 39就是我现在这个里面 这个也是40的你看这个是40的这个织好的适合平常穿37 如果脚不大偏瘦的话38码其实也可以穿啊 棉鞋大两到三个码都可以 然后这个起针的话像我们这个上面啊30民族风的棉鞋 39-40码的这个起针是起17针后跟要织18个来回 然后鞋边上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鞋边上还要丢针的 因为要不然你直接织的话这个鞋口会很大所以会有处理 所以大家在跟着视频织的时候一定要就是 视频里面讲解的地方一定要听仔细了特别是新手宝宝啊在织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起针拿着这个红线起17针 17针 所以我们把线可以稍微稍稍的放长一点啊就这样子稍稍的放长一点点 然后再把这个线对折放长一点时候然后对折这样 对折好了之后然后把它架到手上 这样啊我们是用手指的绕线起针方法 把针压到把针放到线的下面把线放到针的上面就这样啊 把它撬起来然后挂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就是一针啊这个上面就是一针 然后再来我们来起针啊这样绕上去 这个挂上去加上这个一开始挂的一针就两针了 慢一点啊 3针 4针 5针 6针 7针 8针 9 10 11 6针 20 23针 152针 8针